这次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上海三家双城论坛 他跟这个张志军还握手 可是我们竟然发现到 十九大的党代表名单当中竟然没有张志军 据说张志军要被换掉了 原来说中国的内斗这么严重 说斗就斗 说换就换 对张志军目前看起来他没有在十九大 是这个所谓的党代表的名单里面 注定他明年大概就要退休了 确定的吗 确定的对 那张志军是2013年的3月 接任这个国台办主任 那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一个 官运很不顺的一个国台办主任 就是一升不上去这样吗 跟他的前任这个王毅来比 真的差非常多 他跟王毅都很类似 都是由外交部的副部长 接任国台办主任 可是我们知道王毅任内 刚好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 那都两岸关系好 对 2012年马英九又连任 所以他担任国台办主任的时候 非常的风光 政绩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直接从国台办主任 升任外交部部长 那张志军一样也是从外交部 副部长转任国台办主任 所以他当然也希望 循着王毅的路线 能够升到外交部部长 可惜他担任国台办主任 这四年多来 一方面2014年发生太阳滑雪运 2014年下半年的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惨败 然后加上后来就是 去年的总统大选 盖朝换代 对 所以对张志军来讲 他这一路下来非常的不顺遂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 再升任外交部长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还是外传说他不是习近平的人 我想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也是习近平 2013年时候是习近平提拔 担任国台办主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这次的柯文哲 跟张志军的见面 大概是张志军的毕业的代表作 最后一次 但接下来谁会来接国台办主任呢 因为不管怎么样 国台办主任还是属于正部级的干部 属于部长级 但很多人讲了这个陈元峰 是目前的这个国台办副主任 他这次也有被列为 这个所谓的党的代表里面 那他实际上从2009年 担任这个副主任 已经干了八年了 所以是应该让他生了啦 所以当了八年副主任 可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机会不太大 因为习近平对于这个国台办的 这个主任 他可能希望有一些 非现有体制的人进来 包括我们看到 他最近的一些人事的安排 特别是对台工作人事的安排 包含这个台研所的所长 他是由这个杨明杰 杨明杰是这个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 他过去不是研究对台工作的 还有就是像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 他把找这个这个政诈杰 政诈杰也不是对台研究系统出身的 他是从这个国家能源局的副局长过来的 所以看起来习近平 他是要套脱既有的一个框架 那希望对台工作 能够有一个新的面目 所以如果从这个杨明杰 跟政诈杰的人事安排来看的话 我认为未来的国台办主任 应该也会从空降 是比较有可能的 不过中国权力的斗争来讲的话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来看到现在郭文贵一直爆料说 王岐山虽然说他是反贪腐的领导 不过事实上他是最大的荒淫者 对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只讲这个郭文贵是谁 可能在台湾对这个人不太认识 可是他最近已经引发了 整个中国的轩然大过 他落跑到美国去对不对 对 2014年这个胡润百富这个名单里面 他是排名中国第74名的首富 他有钱人 他有26亿美元的资产 和台币大概780亿台币 所以他现在在哪里 他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因为他的公司遭到王岐山的查封 他的家人都被逮捕了 因为王岐山上台 王岐山是习近平负责打贪腐的 那打到了郭文贵 所以郭文贵后来就看到声势不妙 赶快跑到美国去 老跑了 他现在在美国的纽约的曼哈顿 所以他现在每天都在透过这个直播 都在他的豪宅里面 那王岐山我们都知道 他是这个中纪委的书记 中央纪律卷查委员会的书记 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要打贪腐 专门打贪腐是他 是打王岐山 但是王岐山打到郭文贵 所以郭文贵就开始爆料了 他从今年1月3号开始 1月份在这个 跟3月份开始在这个民进集团爆料 爆了很多内幕 但是很多人就说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 要有所本 对 那我们知道 他在最关键是4月19号 他在美国之音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下的一个媒体 他爆料 那爆完之后呢 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主任 公响下等五个人 忽然就要求被休假 不能工作了 表示这件事情很敏感 所以可见郭文贵爆的料 恐怕不是假的 是有所本负 就是不能传出来的意思 对 没有错 那郭文贵爆了什么料呢 第一个 他不只是个商人 而且他其实身揭的 中共情治单位的一个 所谓的县名 他受这个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 还有公安部的副部长 傅政华的委托 去做一些调查工作 所以他的身份很复杂 他既是企业家 又是情报人员 甚至他还有照片说 他是受习近平之托 去跟达赖喇嘛见面 关系这么好 也有照片 对 所以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也有很多的争议性 但是郭文贵他 他现在揭发什么 就是说王岐山 你表面上 你是负责打贪腐的 可是你家里比谁都贪腐 他说王岐山 他有20兆的美元的资产 另外他在美国 有500万美元的 一个豪宅 大概是1亿5000万台币的豪宅 在全世界 他有一百套的房子 另外他掌握了 180兆人民币的资产 因为我们知道 王岐山跟金融界的关系很好 另外他跟 他即便是海南航空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股东 那我们知道 他本来郭文贵是要查海南航空 就查出了王岐山 那他更强调就是说 王岐山的外甥 叫做姚庆 这个人 他把海南航空给 可以说把他搬空了 把资产做移转 对 而且他是 甚至他掌握了海南航空 两架飞机 一个是737的飞机 一个是空中巴士 作为他们自己家 就是王岐山家族 还有姚庆的一个私人飞机 甚至在飞机上面 带着一些女性女模 中国女明星 对 这个被说在飞机上怎么样 他很敢点名范冰冰 对 另外他还说这个 王岐山跟范冰冰 还有叫许晴 还有一个姓赵的 姓张的 这个演员 姓张的 大家就应该想到 文章的赵 文章的赵 大家应该想到是谁了 说跟姓张的姓赵 同居三年以上 而且还不止 还有包含港澳台的明星 非常多 这不是言论自由 这叫人身攻击 而且郭文卫说 他掌握了18个相关的 王岐山的一些 被秘密录到的影片 所以说他随时可以爆料 其实这也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的中共的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 他跟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 也有很多的绯闻 那我们看到 前国台办副主任 龚清盖 也传说他跟台湾的 一些女艺人 这个有一些关系 而且用权力 用他们的权力来压迫 这些女艺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上 似乎并不特别的意外 但是他还特别爆料 就是说王岐山 他的太太姚明三 竟然在美国居住 而且在美国有 他出示了姚明三的 这个护照号码 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这个健康 还有卫生相关的 一些证照的号码 为什么呢 他就要证明 就是说王岐山表面上 在中国打贪腐 他的太太竟然是 在美国生活 王岐山是受习近平之托 来这个打贪腐 他批评王岐山 就等于批评 背后的习近平的打贪腐 所以我们知道 习近平打贪腐 最主要的对象 就是江泽民的人马 包括我们看到的 郭伯雄 徐才厚 周永康 所以某种程度 也有人认为说 郭文贵的背后 是不是江泽民系统 在安排他 来跟王岐山对抗 来跟习近平对抗